每个月汽油价格是涨是降成为国人最关注的课题 首相纳杜斯里纳吉上星期表示 政府调整油价是为了实施针对性援助 确保受费的是贫穷群体而不是游客或外国人 而第二财政部长佐哈里也提出 一旦汽油价格攀升到每公升三令吉 政府将审视是否增加一码援助金 对于这项建议 马华总会长纳杜斯里廖中来表示 虽然内阁还没正式讨论 但他举手赞好 柴油的价格增加后 国家的收入也会增加 国家的确有生产 国油也有增加 但是另一方面当收入有增加 如何把这个收入能够真正照顾到 穷苦的贫穷的疫情 一码援助金是一个好的政策 获得人民的一个响应 那么其实根据这个需要 一码援助金是可以增加的 另一方面 针对政府大规模取缔 珠毛七刷行动引起争议 尽管风波目前已告一段落 不过如果商家还面对相关问题 廖中海表示 欢迎商家向马华寻求协助